我們剛剛OBS已經錄製了幾段影片 但是OBS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沒有剪接的功能 所以我們搭配這個Edit Printer Edit Printer其實它是一個如果沒有記錯它應該是澳洲的軟體 那它本身是做數位教材用的 所以影片剪接也是數位教材的一部分 對不對所以安裝過程是英文 你就照它這樣子裝進去就好 那麼這一套數位教材錄製的軟體 它其實也有藍綠幕去備的功能 只是我們用OBS因為是完全免費 那麼在藍綠幕去備的功能 在我們的Edit Printer是屬於付備功能 但是沒有關係其實它還是可以用喔 我們Edit Printer這個軟體它比較特殊一點 就是平常老師我們如果說用的所謂的適用版 請問老師您覺得適用版有什麼限制 最常見的就是使用天數的限制 它的鋼料就不能夠用 好這個第一次執行會問你要深色或淺色 自行決定 OK好來 那第二個 是不是可能會有某些功能你不能用 比如說它覺得比較進階比較厲害的功能 你暫時你就是沒有付費就不能用 那還有一種是什麼 就是你只要是輸出了之後 是不是就會有浮水印 好那我們Edit Printer呢 它全功能幾乎99%你都可以用 第二個沒有時間的限制 所以它有的限制是什麼 如果你有用到所謂的付費功能 一樣可以用 但是在輸出的時候會加一個付水印 但是如果用到本身就是免費的功能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視訊剪接的功能 完全免費輸出 就是跟一般的剪接軟體一樣 輸出就是完整的 這樣你大概了解一次 所以我這邊雖然沒有升級到最新版 但是沒有關係 您不用再更新了 我明天再帶新的來 那我們就先讓它略過 那麼這個軟體 除了剛剛我們介紹的這個 限制的方式不一樣以外 第二個 您有沒有一種感覺 有點像跑步 有齁 在這裡還不夠像沒關係 我再做一點點 來我就挑一個範本 對不對 好假設我挑這個範本 那進來的時候他會問你 你是要空白的還是要 開始做這個錄影的動作 因為他也可以做錄影 那我就先按空白的就好 感覺再熟悉一點 再不夠我們再來一點 在這裡 按下去 有點在跳了 老師有沒有看到 更像的對不對 如果我把這個下拉的打開 你就會發現 你來錯地方了 有沒有 那請問 如果你不滿意他的 這個範本 可不可以從跑步調進來 當然可以啊 老師可以選擇 因為在Office 2013 2016 這邊很多 比較漂亮的 這些簡報的範本 你就從 PowerPoint直接叫進來就好 現在只差別名字不一樣 在PowerPoint 稱作換那個 投影片 在這裡稱作換燈片 就這樣 那差別在哪裡 加入了下面的時間軸 有沒有 那他每頁 每頁的投影片 都有時間軸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 我留在最後半個小時講 應該沒有過分吧 因為你真的可以學的會 而且呢 你不用像說威力導演這樣 你要花一點時間去做學習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 他所提供的 並不是那麼炫的功能 他有的就是我們基本的剪接功能 可是因為 我們可以跟我們的簡報在一起 對不對 你可以錄一段影片 再搭一個你的簡報 只錄聲音做說明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那我可以在需要講解的時候 我再跳出來 再來 用影片的方式呈現 沒有的時候 我就用一般的簡報 加上老師的聲音 或是加上其他的YouTube內容放進來 也OK啊 這樣也是可以用的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就進到這邊 一起來試看看 好不好 那現在 老師您看看 裝起來之後有沒有問題